大家好,我是墨尔本文波的Grace老师 那么今天呢我会带着大家来看一篇最近SST的真题 那么它的主题是关于ARC 这篇录音呢也是最近考试的一个新题 所以希望大家重点关注一下 那么这篇文章首先希望大家注意一点的就是 它在网上呢并没有给大家提供到这样的一个原版录音 所以我把这篇文章找到的原文呢给大家读了一下 你们也可以根据我读的这个音频 先自己去尝试做一下笔记的速记练习一下关于记笔记这块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对于这篇录音文章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提取 首先呢文章的刚开始提及到了 就是关于这个叫做National Oceanography Center 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简称NRC 对于它的职能去进行了介绍 首先关于这个主题的National Oceanography Center 到底要不要写我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如果在考试过程中间你的字数是非常充裕的话呢 我们是可以选择把这个全称写到的 但是其实这个中间Oceanography这个单词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并且这篇其实字数方面还是比较紧的 所以我可能会建议大家 其实我们在写的时候直接写NRC就OK了 好吧,直接写简称在我们的Summary里面 对于它的职能部分的介绍 主要需要提取到的两块的信息 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Deep Sea Mineral Resources的开采过程 那么说到的是它这个中间所对应的Risk and Benefit 所以这是需要大家提取到的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它说到了 它会使用这个Ocean Robot to Estimate 很多同学在记笔记的过程中间 有点纠结于这个Ocean Robot 到底要不要包含进去 这里希望大家注意的就是 一般我们会说到它采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 就是使用这样的一个海洋机器人来做什么事情 更加重要的是 它采用这个东西到底做的事情是什么 所以相比之下 我觉得对于这个Deep Sea Mining Activity的 Environmental Impact的这样的一个研究 这个作为更加核心的关键词需要被提起到 而如果说前面的Ocean Robot你没有抓到 其实我觉得问题也并不是特别大 更加重要的是它所做出的研究结果到底是什么 在这块是我们更加感兴趣的 所以这是第一块信息所对应的提取 那么接下来的第二段 它提及到了一个核心的关键词叫做Expedition 这个单词可能对有些同学难度也是有点大 希望你们重点消化一下 确保在考场时能够写出来的 Expedition同样的它在哪里去进行 就这里说到的叫ROS James Cook 这个内容首先第一个 我们笔记上想记下来 我觉得难度就有一点偏大了 另外还有就是对于Expedition 我们更加感兴趣的还是 它到底做的是什么 以及它发现的结果是什么吧 所以这里更重要的 希望大家可以提取到的呢 就是它这里说到了一个叫做Tellurine Tellurine这个内容 这样的一个叫D元素的开采过程 所以这个词也是难度比较大 希望大家重点关注 背下它的拼写 那么它是从The crust of the vikina中间提取到的 然后它说到这个东西主要的作用呢 是可以帮助提供Electricity Supply 那么具体到的其实也可以写到是提供了 叫做Two Thirds of the UK Annual Electricity Supply 那么如果在这个笔记过程中间 你记得相对来说笔速没有那么快 那么就尽量能够落实到Electricity Supply 这个关键词也就基本足够了 在接下来的第三段 重点讲到了就是一个新的名词 叫做Nordium Mining Nordium Mining 对于海洋中间的有个小节节的开采过程 它首先先强调了 就是它也知道这样的开采过程 是会造成一个long lasting damage的 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然后它再说到了是这个Nordium 它本身是包含了high level of metals 包含了高的这样的一个金属元素 然后并且这个东西在growing slowly 在一个比较慢的速度在增长 所以它说到的是 尽管还没有真实的做进行任何的 这样的一个商业的开采过程 但是其实非常多的已经在计划当中了 所以这块的笔记的量还是需要的比较大的 希望大家对照一下下方的这个笔记的提取 而最后一段的信息呢 这里希望大家注意 它是由这个NRC的Executive Director 去进行的这样一个介绍 它又说到了一个大的背景 就是在于人们现在越来越多的 会去使用到这个海洋的资源 希望从深海中间提取到一些这些物资 包括food 包括supplies of energy 以及包括strategic minerals 然后它再说到 而它们NRC做的事情呢 就是exploiting ocean resources 这个内容其实是有点重复了 和我们刚开始第一个信息提取的内容 其实是重叠的 另外它又收到了一个 它们的主要需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结尾部分说的address some of the society's greatest challenges 所以这个也希望大家尽量是能够提取到的 所以根据我所对应的四个信息的提取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造句了 按照我之前教大家的方式 我们会根据的呢 就是我们所对应的每个信息点 再重新的给它造回来一句完整的句子 把它串接为一句话 所以刚开始对于NRC的介绍 那我就会直接用并列的关系体现 说NRC做的是这件事情 以及这件事情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里说的 NRC is engaged in studying risks and benefits of adopting deep sea mineral resources 第二件事情是 an analyzing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deep sea mining OK 这样就可以了 体现并列关系 第二个信息的对应应呢 就讲到关于expedition这个点 对于expedition的部分 重点希望大家提取到的 就是说到的是 Let an expedition on exploiting tellurium 这个单词 然后从哪里呢 from cross of a volcano 然后说它主要的作用是可以 which could supply two sets of UK annual electricity OK 这是第二个信息 希望大家可以对照的 第三个我们的造具内容呢 压力就稍微有一点点大了 这里跟大家提一下 我希望你们在信息量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呢 可以对照的看一下中间的逻辑关系 他先说到的是 他知道这个naudio mining 其实是会造成一些 damage to the deep sea life的 但是呢 他又说的是 他其实还是在规划着 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开采过程 最主要的原因肯定就是因为 这个naudio当中呢 是包含了大量的金属元素 并且这个东西还在growing slowly 好吧 所以首先第一个 我就可以体现到的是转折 尽管知道有damage 但是它还是在计划要去做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它中间所包含的金属元素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里写的 NRC study into naudio mining 显示出来的是 shows that it causes damage to deep sea life but 但是呢 as it contains metals that grow slowly commercial operations are planned 这样一种商业的开采活动 是在计划当中的 而最后一段的信息提取呢 因为我刚刚也讲到了一点的就是 它其实是有一些重复的 所以它重点说的是 因为要去解决这样的adjust some of the greatest challenges 所以NRC重点的就做的事情是 exploiting the deep sea ocean resources 这个把它提取到就OK了 那么对照出来的这样的四句话放在一起 又会出现一个问题呢 就希望大家注意的是关于字数方面 这篇的字数上其实是有一些抄的了 总共加起来以目前的版本 大概是80多个单词 所以希望大家再注意一下的就是 我刚刚有提到 关于信息点1和信息点4 你们可以看一下关于NRC的介绍 都有说到它是重点进行的是 exploiting ocean resources这样的信息 重复性的内容呢 希望大家就尽量不要包含了 所以在我最后写的过程中间 我会选择把1和4 看看能不能放在一起 把它整合为一句话 体现到的是为了要去满足 为了要去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 这些greatest challenges 所以NRC直接它做的事情是 不仅做的是开采海洋中间的mineral resources 并且也做的事情去研究它的environmental impact of deep sea mining OK 这样对应的信息 好 所以最后呢 我会把这个中间的1和4的句子合并在一起了以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是这样写的 直接讲到NRC是to address greatest challenges NRC is engaged in 什么和什么 好吧 所以我会把1和4的信息整合放在刚开始 接下来就是对于NRC具体的介绍 那么因为是具体的介绍 所以我这里加了一个连接词specifically 然后把他们expedition的点加上来 然后另外的他们还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naudial mining 所以这里我又加了一个moreover作为连接词 这样的话呢 我就称着上线的70个字 把这片SSD就给完成了 希望这个内容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并且再提醒一下大家对于这篇中间的核心关键词的一些记忆 难度还是可能会比较大的 比如说expedition这个单词 这几个单词的拼写方面 希望大家在重点关注一下